专注自我提升思维阅读,想和你一起变得更优秀。 人从诞生以来就是群居动物,在一起才有安全感,才能活下去,这种来自原始的潜意识,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,所以,现在很多人十分崇尚和群这一说法,哪怕不喜欢这个群体所做的事。 等到一个人独处时,怎么也坐不住,就想找人聊天,或做些消磨时间的事,来减少自己独处的恐惧。 每人每天只有24个小时,如果每天的时间都花着和群与独处时的挣扎上,人生将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。 有句话说得好,你的独处能力,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,所以,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和群,而我们需要想的独处时间,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。 到现在可能你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,但理想要做到,却仍有难度,对于和群行为太依赖,而十分厌恶独处时间。 我之前也是盲目的和群,十分厌恶独处,现在变得十分享受独处,这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,以及我感悟出的方法,我想分享给你,希望能帮助到你。 很久以前,我因为自卑,表达能力差,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,害怕别人认为我没朋友,也羡慕那些朋友多的人,于是我走上了一条不断盲目和群的道路。 我会专门挑那些聚集人群的活动去参加,强行和别人搭话,要显得自己朋友多,谁都认识。 面对上网,逃课这些事情,自己明明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去做,但为了和群,却偏偏去做了。 和群一时爽,待到独处时,却浑身上下都不舒服,没法深度思考,满脑子都是想要做点什么来逃离这种状态,所以,要不就是打游戏或者是看小说,却从来没有想过去阅读,去学习。 偶然有一次,我看到一篇有关独处的文章,而这篇文章成了我转变的契机。 读了文章之后,我深刻认识到拥有独处的时间,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,而我现在的行为,又是多么愚蠢,我开始寻求改变。 刚开始怎么也做不到,面对朋友的呼唤,面对独处时的寂寞,我总是再度陷入了盲目和群与独处时间的挣扎当中。 后来,我想出来了一个办法,既然我不知道怎样做到享受独处,不盲目和群,那我可以去找那些做到享受独处的人,去模仿他们的方法不就行了吗? 一、从模仿开始。模仿是我们的天性,也是学新事物最快的方法之一。 当初认为,独处的人一般都是成绩优异的人,所以,先从班上排名靠前的人与年级排名靠前的人开始观察和了解。 最终得出了一下几个,他们在刚开始适应独处时的方法,并在我身上实行,取得了相当大的作用。 一、设定刚需。无论是成绩优异的他们还是我自己,要想从可以和群中逃脱出来第一步就是要给自己设定刚需,来限制自己的和群。 所谓刚需,就是一些自己一定要去做的事,可以每天都给自己安排,等到朋友邀请的和群,或自己刻意的去和群时,会想到有刚需的事情需要去做,倒逼自己不去和群。 二、封堵退路。等你成功脱离和群之后,独处的期间刚开始肯定不适应,也会有反反复复地想要做一些轻松颓废的事情去消磨时间,所以,我们可以把会影响到你,会让你心里想要退出的东西尽可能地拿走。 比如,我当初独处下来,平常一般就是玩游戏,看小说,于是我把手机锁柜子里,刚开始也不知道该干什么,但发呆也比在去做之前那些浪费时间的事好,这是一个习惯的转变过程。 坚持这两步,基本上是能帮助我们脱离和群的困扰了。但如果光脱离和群,选择独处的发呆,而不是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,最终的结果未必会比和群好。 所以,在独处期间,把时间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,也相当重要。长期地倒逼自己,让我养成了独处的习惯,慢慢地我,也在不断地独处中,发现了一些高回到行为。 一、自我反省。独处时的自我反省带来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,如果说自我反省会感到些许的遗憾与悲伤,但在独处时自我反省,带来的感觉则是兴奋、激动,因为,安静的环境,让我们好像能把脑袋打开,把里面的片段一点点摆在我们面前,相当清晰。 许多曾经走错的路,做错的事,包括脉络都一心二楚地摆在我们面前,这种情况下的改进方案,也自然是呼之欲出。 当我们能把一件带有难度的事情解决时,带来的愉悦感的质量是远远高于娱乐游戏的。 而持续独处的反省,会给我们带来持续的愉悦感,我们的信心也会越来越足,会越来越享受独处,会越来越用好独处的时间。 二自我提升。 这里包括学习、运动这一类的事。 独处光反省是不够的,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输入,包括学习,可以读读各类名著,提升自我修养,可以学学专业课程,给未来多一份保障,或者看看工具类的书,解决更多的烦恼与问题,我们总想着过得更快乐,其实我们只要努力消灭尽可能多的烦恼,也就自然会变得快乐了。 而运动更多的是为我们的身体储备能量,让我们拥有超强的心态与耐力,来应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。 最后,还是那句话,你的独处能力,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,希望我这篇文章也能成为你的一个契机,让你爱上独处,并且用好独处时间,提升你的独处能力,人生得以走得更高,看得更远。 感谢观看